好 各位OECOS的夥伴午安 那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很重要 其实昨天就有一个消息 就是有一个南韩有一个天王他要当兵 然后人家一直以为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他阿嬷 是车祸受伤 可是今天才知道说真的是自杀 就是他的爸爸 因为爸爸妈妈跟你一份了 然后爸爸要照顾两个阿公阿嬷失智症阿嬷 所以他觉得爸爸才五十几岁 所以他就这样自杀 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讲的其实就是失智症饮食 要怎么去预防 那我会从比较属于有点学术 但是又很实用的 然后这个图特别是看到 守护他们其实也就是在守护未来的我们 我们在守护我们的父母 其实以后就是我们的问题 那这个其实我很喜欢中文 其实评句啦各式本我都还蛮喜欢的 那你知道老人有一个 我们如果用台语来念的话 吃的就没完去啦 坐的就喝是 躲会睡不去 不真要想去 吃饭要放屁 健康公家去 愿公愿不去 出门没底去 其实我本来今天本来我在念书的时候老师就说 吃老三败 因为我在念书都会打哈欠嘛老白油 老师都说吃老三败 哈欲 老白油 狗粤 我今天本来要讲的是防半性病变 后来因为准备来不及就讲失智症了 所以失智症其实在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多 它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那这个是去年的 这个人就找了很多来驱鬼 老公就会发觉说 很多 他看了一千多次的门诊 后来都没有人知道他是失智症 后来找了一个社工来去评估 才发觉他有失智症 那失智症的话 他其实是认知有问题 你只要有一种以上 如果比如说语言 或是记忆 计算 认知有问题 我们就可以界定失智症 就可以界定失智症 比如说像我妈妈好了 我妈妈现在有时候出去的时候 在找不到 找不到 我就说 不是在你手上吗 脑洞翁 所以这个也是要有点开始界定失智症 那我们最常看到的 因为有两个 一个是血管型的 那血管型的话 就是我们讲的ABC 血糖 血压 胆固醇 血脂 这叫ABC 它占了我们失智症的20% 然后还有阿兹海默症 小脑萎缩 这占了56% 那其他很可能是 我不小心打球 撞伤了 久而久之就会有问题 还有Parkinson 柏金事症 这个都会影响失智症 我们最有记忆的就是雷根了 雷根到1989年就过世了 2004年就过世了 2004好像是2004 那我们失智症到底有多少 65岁以上的人大概有百分之多少 5到10 所以你就说如果你是65岁的话 台湾大概有17到20万人是失智症 也就是说你是60岁 65岁以上 你有100个中有5个 你有20分之一有失智症的机会 就是现有的 如果你是65岁以上 你就有百分之 就是20分之一啦 你有失智症的机会喔 然后比例会越来越高 所以65岁以上的话 大概是5到10 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呢 我记得我妈妈以前有个朋友 认识大概40 50年了 后来去年就带去 就在南坎就去陪她 她本来就在仁爱路 然后她就在仁爱路 这边国泰院后面逛街逛逛 找不到她的路了 找不到她的路以后 他们就在绕绕了好多圈了 后来人家就说 奶奶啊你家就在隔壁啊 她才知道她住隔壁 那我们就情何以堪 因为她已经80几岁了 那后来家人觉得不对了 就帮她带一个失智手环 那后来就搬到南坎过去了 那我就去看她啦 陪妈妈因为老朋友 40 50年老朋友 然后她就一直问我 他们家人就说 她会问同样的话问一百句 我的台湾话叫哈啊嘛 我叫郭月霞嘛 她说哈啊你这么漂亮喔 啊你在台台上班喔 我说是啊在台台上班 哦啊你做这么高的喔 我说是啊 然后没两分钟她就说 哈啊你怎么这么漂亮 啊你在头上班 台台上班 你怎么又这么漂亮 啊又在台台上班做这么高 她同样的话一直在问 所以其实我们会很难受 因为认识她好久好久了 那这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说 有些会有轻度的 很可能在刚开始 大家都是轻度认知受损 比如说有时候我会抱怨 轻度认知受损 就是我很可能说 哎呀我记忆力有点忘掉了 有一点就说生活习惯有点 哇那卡卡卡卡卡这样子 然后再有轻度的 然后还有再慢慢的 中度这写错了 然后再中度的 然后再重度的 最后是急重度 就是我们最辛苦的那一个 我们下面的人最辛苦 急重度的人 他不会讲话 不讲话他就这样子 板板的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 大小便也不会了 连吃东西都不会了 这个我在去做居家访试的时候 有些病人是这个样子 所以家里就很辛苦 可是基于台湾的支持力量还不错 家里就为三个人照顾一个老的 也不管让他随便出去 然后吃东西也要为他 到重度 轻度到重度大概八年 就会这样子了 其实你刚开始有一点点 可是你没有发病 好像觉得说年纪大了 比较糊里糊涂的 可是其实有一点失智了 那这个要由医生去判断 然后到了重度 这个年龄 这个底下是几年几年 大概有八年的历史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老人家 像我们家那个长辈 我认识他快三四十年了 然后他以前八十几岁的时候 住在国泰医院附近 到现在十年了 他真的认不出是你了 马上跟你讲话以后 他马上就忘掉了 已经92岁了 那其实真的蛮辛苦的 家里也不敢随便出去 那不是只有外劳 因为你要营造一个很居家环境 让他认识这个家庭 是很辛苦 所以纵使家里人有这个问题 一定要让他戴手环 如果大家有印象 去年的十月 有一个大法官 因为我在台大上班 我以前都会坐家庭车 然后他是大法官 学法律的 然后住在我们民生东楼那边 那那天我突然看报报纸了 竟然发觉到他去爬什么 爬信义路的象山 竟然失踪了 然后开始就开始全部 因为他是大法官 整个法学院的都是他学生 我们的法律都要由他来解释 那后来你知道吗 还好他手上有戴一个GPS的定位手表 人家就在什么地方 三天了 他只是开始也很怕而已 就在那个象山的一个坑子里面 只是一个路旁边 小路而已 就把他找到了 还有他有戴GPS手表 然后他有受精 可是我记得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是七十几岁 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 很快很快十年 就不知道怎么走回去了 你从此爬起来怎么样 你都还是可以走回去 他不知道怎么走回去了 三天失踪 所以这个报道我都会很注意在看 你从开始有一点点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到八年 几乎是八年 几乎都不太认识人了 所以其实是蛮辛苦的 那我们说那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 跟遗传有关系 跟你受伤有关系 但是有些东西 我们可以去远缓它 减缓它 不见得百分之百有效 然后第一个就是阿兹海默症 我们不能讲说失智 我们就讲阿兹海默症 那血管的危险因子 最容易占了20% 那血管的危险因子是包括什么 三高 比如说脑中风 心脏 比如说高血压 糖尿病 肥胖 抽烟 心血管 这个都会影响血管 所以就是我们讲的血压高 血糖高 然后还有一个血脂肪高 这三个高 都会影响我们的血管 所以比较容易会有阿兹海默症 这是第一个 那如果真的有血管高 血管的问题 一定要固定看医生 看完医生以后要身体力行 因为这个是你可以做得到的 那再过来的话就是失智症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当然现在教育在动作下 现在教育都很高了 我们开始要做一个什么 我们要认知储存 怎么叫认知储存 像各位今天来这边上课 然后插花 来认识组等等 这就是认知储存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音乐疗法 这个瑞智学堂就是失智学会 他们在名声东路 就是以前陈水扁的旧家捐献出来的 我们给失智症学会 然后那边的民众 老人都可以在那边唱歌 不管日文歌 中文歌 评剧 也可以在那边练习打麻将 就是有朋友 还有音乐疗法 认知疗法 这叫认知储存 你越年轻的时候头脑要越动 不能不想 你就把记忆力 因为脑是可以融压很大 就把东西放在脑里面 这叫认知储存 现在唯一有相信 有作用的就是认知储存 所以老人家打麻将是没关系的 五色牌 五色牌是米牌都没有关系 那多动脑 不管你要是什么 要打麻线 还是各位要看报纸 还是说我要去打麻将 插发艺术 这个太激烈了 这不行了 太危险了 这个都可以听 看art 看历史 听歌 这个都ok 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大概2月 还是3月 有一个很有名的交响乐 要过来 以前我在美国 都要花好多钱去看 现在要过来了 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脚还 记得要运动 运动是可以减缓它的 这个是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认知储存 然后还可以运动 那当然就是 有氧运动 可以减少认知的退化 我们的认知就是很可能 我会问你说 我们在评估我们的失智症 我们就问他说 阿嬷你现在在哪里 现在是白天还晚上 你住在什么地方 你家里 你现在 你的几岁 中华民国总统是谁 有人会讲不出来 这个我们就知道他认知有问题 其实我们会有一套评估的 那这个我们今天就不再这样讲了 所以预防失智症 当然就头脑要运动 认知要储存 提早越年轻 去储存越多越好 那运动的话 我们刚才讲过的 就是规律有氧运动 然后药物的话 这个我不在这个方面讲 那我等一下会讲一些饮食 那饮食很简单 第一个最简单的 就是要有抗氧化剂 因为血管会氧化 血压高 血糖高 胆固醇高 你血管会氧化 血管氧化以后 就有心血管的中风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你的血管 那保护血管怎么办呢 我们要减少它的氧化 所以减少氧化的话 就是要有维生素C1跟B群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要吃天然的植物化合物 也就是我们的抗氧化剂了 那我这边讲的是天然香料跟色素 以前之前不是食安问题 还没有那么轰 现在食安问题很轰了 大家会说 我的橄榄油是放铜月利素 对不对 那我的面包 胖达的面包放了很多香精 然后很多味道 这个就是色素 那我们要的是好的色素 天然食物的色素 从哪边过来 从青菜 水果 青菜 水果 那个色素是植物保护自己 减少氧化的 因为植物晒太阳嘛 也会有氧化啊 所以它就用那个色素来保护自己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我们只好去吃植物的色素 这个色素 红橙黄绿蓝电子 就是我们的抗氧化剂 那你说 不管癌症病呢 还是什么 我们都有个抗发炎的食物 我等一下会讲 那最后一个就是 归属于地中海饮食了 因为人家做了这么多实验 全世界上都赞成地中海的饮食 是可以减少失智症的 那地中海饮食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稍微看一下 好 我们等一下稍微看一下 好 抗氧化物的话 不管维生素C 维生素C 维生素C 都有效果 但是效果最多的就是维生素E 好 维生素E了 所以各位你们现在不是有个抗高血压饮食吗 然后卫生福利部 就大家讲一天要吃什么 适量的坚果类 好 坚果类的维生素E是最高的 那你们用油 不一定要用橄榄油啦 其实很多油 植物油也有很多的维生素E 所以现在CB都有好处 可是维生素E是最确定的 它的效果是最确定的 那E的来源就是坚果啦 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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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骨类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以前的饮食没有特别讲骨类 也讲五骨杂粮 对不对 可是现在这边讲的全骨跟筋类 好 全骨跟筋类 我上次有看到你们的馒头是 杂粮面包嘛 这个达拉馒头嘛 好 这个就是很养生的 所以就长在地下的全骨跟筋类 好 这个才是我们B群最多的 好 那B群最多就是B1 B2 因为这个贫血有关系 贫血又跟中风有关系 又跟心脏有关系 又跟你的食指有关系 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这个病人有点怪怪 我们都会吃它血中的什么B群 有时候是跟失智有关系 所以B群很重要 B1 B2 B6等等 好 那它当然就是可以调节神经系统 那B群的食物在哪边 好 第一个 根筋类 全骨类 好 所以你要吃饭 吃艺人饭 燕麦饭 这个都是安全的 比你吃白面包 白馒头好多了 好 你只要有那种 比较没有精致的 就OK了 好 这叫B群比较多 然后B12跟这个是从动物性才过来 好 比如说牛奶 起司 蛋 B12 好 然后维生素C那些都是从青菜过来 好 所以你从这边 B12是从比较动物性的食物过来 好 猪肝 内脏 肌肉 鸭肉 好 这个就是跟造学有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B1B2 其实都跟造学有关系 跟我们的认知有关系 好 所以有时候你有时候失智症 医生会给你开一个什么 阿里纳命F 对不对 有没有听到阿里纳命F 神经 这就是给你补血 补你让你神经 比较舒服一点 阿里纳命F就是这个意思了 好 所以这叫B群 顴骨类 青菜类 好 所以顴骨类是我们B群的大中 那如果B群不够的话 最多就是从哪边 嘴巴会破掉 臭脆 口角炎 好 所以顴骨类的话 就是有胚牙胚乳 敷皮的 如果有敷皮的话 我们就叫做什么 臭米 好 臭米 阿如果只是胚牙的话 营养又减半了 叫做什么 臭米再过来是什么 胚牙米 胚牙米 那再过来就是排卤 白米 白米是营养 只有热量 可是它的B群 它那个白白那个地方 全部打掉了 B群都不见了 所以建议量 一天有三分之一来自 顴骨根筋类 不管纸米 糙米 叶麦饭 地瓜饭 红豆绿豆 这个都是很好的 顴骨类 你一天吃的豆制 主食类 有一半以上 最好是有一半以上 那因为它富含B群 富含B群 所以我们从食物中过来就好了 那第二个就是ACE 也是维持抗氧化剂 对不对 那ACE 的话其实它就是 可以保护神经 不被破坏 大脑的神经 一样它从那个很多颜色的 黄色的 然后像我昨天在做一个年菜 我们就七八个营养师忙着年菜嘛 所以你如果看到报纸就知道 我们都有上台 然后就要去买这个金粿啦 然后 红色的 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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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地瓜 这个就是一些维生素A 比较高的 那C比较会不会 因为C在青菜水果都够 衣在坚果类 这个就是可以减缓我们的 食质的快速 快速发生 然后坚果类不管你吃花生 核桃 芋 这叫什么 那个叫芝麻啦 但是因为坚果类油比较高 虽然是1比较高 但它油比较高 所以坚果类一天最多就是两汤匙 湯匙 我们在吃稀饭那个 食器的汤匙 对不对 我们在吃面 在吃 在吃什么 在吃 在吃牛奶 在我们去外面吃面条 那个会给你一个 瓷器那个汤匙 15cc的 一天最多两汤匙 因为太多 其实热量会太高 对我们老人家 是一个不利的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老人家 回胖也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两汤匙的坚果类 全部包裹在内 不是每个两汤匙 过完年后就胖得一塌糊涂了 两香好了 坚果发生 透透 两汤匙 两汤匙 OK 够不够 你过完年后我就去两汤匙 对我来讲不够 像我这样我都会买腰果 再当点心吃 腰果越吃 因为有油的东西越吃越好吃 越吃越刷 或者说一包腰果 哎呦 那个生肌瓜果 大概几天就把它吃光了 所以我的热量很多是从那边 可是我会懂营养学 我就会吃东西 可是你们不太懂 就是两汤匙就够了 好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过来的话 我们还说我们要很多维生素抗氧化剂 对不对 从植物的颜色 那很多人会去买什么蓝莓那些 很贵很贵 对不对 好贵喔 Costco在卖的 可是我觉得台湾的土产 商胜 是全世界上抗氧化剂最高的 大家知道商胜吗 你们去那个乡下地区 去那边随便采都很多了 商胜 好这个人家是有报导的 2012年的报导 好因为国外商胜不多 台湾的商胜比南梅更好 国外南梅还要有什么 荣耀来干嘛 商胜大家知道吗 好 商胜我也不太会讲你 国语怎么 台语怎么讲啊 我不知道 好 所以 氧化剂是从青菜跟水果过来的 好 那我们知道从青菜水果过来 梅类 好 比如说商胜也是梅类 薑果类嘛 藍梅啦 蔓越 都是 所以这个有什么作用 它有一些 什么 抗发炎的食物 所以很多人之前有人会用说 抗发炎的话 怕阿斯比林 就用 他说说我为了防湿自诊 就吃阿斯比林了 阿斯比林是NSAD 非类固存的抗 抗发炎药物 可是 没有必要 因为怕你自己有湿 自己去吃药 没有必要 我们从食物中就过来 国外有人叫做 阿斯比林来防湿自诊 因为它是NSAD 但是我们台湾不需要 不需要随便乱吃药 所以它就是有抗发炎 比如说樱桃啦 薑果类啦 然后可以让你的认知延缓 不要一直往下掉 所以梅类 草莓櫻桃这些都OK 那我还是 第二个 有没有人说 为什么印度人这么聪明啊 印度人吃什么 咖喱嘛 对不对 然后还有很多鸡啊 为什么地中海的饮食 很多会抗 对 因为它有很多的香料 你如果去看电视上 人家在煮那个菜 很多放很多香料 不是香精喔 香精你要去华英街 那个大伯伯 那个就不太对了 我们讲的是天然的香料 印度是香料王国 迷迭香啦 丁香啦 肉蔻啦 大蒜啦 姜黄 这些都有特殊的味道 就是可以减换我们食肢症的 往下掉 香料有 那我们最常看到的 就是姜黄素了 对不对 它跟叶黄素是不一样的 它是家里的成分之一 然后我们台湾其实之前 也有人用中药用姜黄素 那姜黄素最主要是抗氧化 还有一个抗发炎 我们就让血管不要发炎 因为我们在氧化高血压 高脂血高胆固醇 其实就是血管在慢性发炎 不是说外面有那个白白 那个心肝心肝 那个叫发炎 这个发炎是你目测不到的 那我们就要用抗氧抗发炎 让它不要发炎 所以就要有很多的抗氧化剂 那就从香料过来 从青菜过来 这个叫做青菜是我们最重要的 那姜黄素的话 其实就是姜黄抽出叶 它可以抑制阿滋海默中的发炎 那还有人会不会吃银杏 对不起 银杏不是吃白果 银杏就是白果对不对 白果是没效果的 要吃银杏叶 我们叫做银杏叶 银杏叶 银杏叶 但是银杏叶 我们在台大也有人有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也会开银杏药给它 可是这个银杏的药 不是真的可以预防失智 记得它是活化脑细胞 所以说预防失智是没效的 所以不要一天到晚去买健康食品 不是吃白果 我们不是很多太会放白果吗 那个银杏白果是没效要吃叶子 那叶子的话 英文叫金箍白尾巴 然后其实它是可以治疗脑细胞 就是活化脑细胞 让你不要头脑跳跳这样子 但是治疗失智真是没效的 这个有时候要看 那我们跟我讲发炎对不对 发炎的话癌症也是发炎 肺部疾病也是发炎 糖尿病都是发炎 这边这个字叫阿兹海默症 也是发炎 阿兹海默症其实也是发炎的一种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让它抗发炎 就是要抗氧化剂 抗氧化剂的话 当然是从青菜水果有颜色的过来 最后一个要抗发炎的话 我们刚才讲是植物性的 可是有一个动物性的食物 尤其是血管有问题的 还有乳癌的 大肠癌的 我们都会建议它最夯的东西 就是Omega-3 鱼油 鱼油就是抗发炎 它是Omega-3的 然后吃素的话很可能吃亚麻籽 那因为它有抗氧化剂 还有多分类 那迷迭香那这些也就是抗发炎的东西 所以我们大概从植物的香料 然后颜色的青菜 然后再过来就是 动物性就从Omega-3比较高的鱼油 那Omega-3的话 其实它可以减缓阿滋海默症的恶化 对脑部智能是有衰退的 有一些阻挡作用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小孩子的牛奶 以前没有加EPA跟DHA 因为小孩子是几个月就要定终生了 小孩子头脑发育 很稀巴鱼油 所以现在牛奶小孩子奶粉 都有加EPA跟DHA 因为这跟头脑跳跳有关系 那鱼的话不是每种鱼都有 但比较深的鱼 比如说鲑鱼 鲑鱼 青花鱼 白苍鱼 这几种鱼才会有 深海鱼 那台湾有一些污染的问题 全市上都有污染的问题 所以你要买的鱼 我觉得要买台湾之光 秋刀鱼跟青花鱼啦 因为它也是一个鱼油很高的 Omega-3很高的油 但是它不是那么大 所以它的污染没那么大 可是如果你去吃那个鲑鱼啦 鲑鱼它很大的鱼 大型鱼 它是整个的食物链最下面 它污染重金属污染是最高的 拱的污染是最高 所以我觉得台湾之光 大家还是采用国产 鲑鱼 不是鲑鱼 那叫什么 秋刀 秋刀 然后还有一个叫 秋刀 秋刀你在煮的时候 烤一烤那个油好 就是鱼油 不是每种油都有鱼油 大家不要搞错了 这个跟眼睛有关系 这个跟失智症有关系 然后现在跟乳癌 跟大肠癌都有关系 还有 因为我的研究是研究鱼油 我的论文是研究鱼油 它跟忧郁有关系 忧郁 忧郁也容易造成失智症 忧郁也容易造成失智症 能吃台湾的鱼很多 不见得要吃鱼油胶囊 然后每周至少二到三次 这个就是背部金金 背部亮亮的东西 后面那个背部是亮亮的东西 才会有鱼油存在 这个背部亮亮 这个是屏東的 可是这个太那个了 背部是金金的青鱼 有人说那我吃鱼油丸好不好 我们想说美国心脏学会 2006年跟糖尿食品学会有要求 如果你有血脂肪高 他会建议一个礼拜吃三次的鱼 就够了 但是你如果高到用药都有问题 他会叫你吃鱼油碗 然后要吃多少 要吃一天要吃二到四公克 鱼油碗 但是先决条件是美国人不会吃鱼 台湾的鱼油太多了 你们看哦 我只要吃到 我们看到鲸鱼好了 我只要吃100公克的鲸鱼 100公克就是三两对不对 我就有三公克的鱼油了 三公克了 大概五克的鱼油碗了 我为什么要去吃鱼油啊 那么贵啊 大家懂我意思吗 如果你真的有病 国外会开鱼油二到四公克一天 然后大概吃五克到六克这样 一克大概0.4到0.5 可是台湾的鱼油很方便 我们的鱼很多 台湾是鱼岛嘛 所以你只要吃到轻鱼 就有EPA1.78 DHA1.21 大概是三公克了 就六颗鱼油碗 但是如果你去吃秋刀鱼更高了 一条秋刀鱼大概三两 我们要吃大概一条大概三两 你大概有2.2公克的鱼油了 大概有四颗到五颗的鱼油 你为什么要去吃鱼油碗 而且鱼油碗一颗都二三十块 那我吃一条秋刀鱼又天然的 为什么要吃鱼油碗 可是要跟大家讲 不是每一种鱼都有鱼油 深海的像潮雕啦 就越来越少了 然后沙丁鱼还比较多 下面这个昂尖啊 什么鲑鱼啦 就没有那么高了 所以记得 吃金鱼跟秋刀鱼 其实是我最鼓励的 那除了鱼油以外 还有一个芹菜 对不对 那芹菜可以降我们的血管的发炎 所以我们刚才讲 吃的是色素 青菜的色素 红 橙 黄 绿 蓝 电子 连白色都有 连白色都有 红色的 这写错了 番茄是红色的嘛 红萝卜 南瓜啦 木瓜啦 樱桃啦 西瓜啦 这个是红色的 大蒜是白色的 还有茶也有抗氧化剂 全古类不用讲了 对不对 我们有V群跟抗氧化剂嘛 地瓜啦 燕麦啦 防豆制品 都有很强的抗氧化剂 所以我们就只要记得活出色彩 红橙黄绿蓝电子 红色的青菜 红色的水果 红橙橙色的青菜 这个是什么啊 芒果啦 橘芝麻 绿色的不用讲了 紫色的 有啊 紫色的高丽菜 有没有紫色洋葱 有 然后这过年很多人在拜拜 用这个什么枣汁啊 然后红色不用讲 红橙黄绿蓝电子加上一个白色 这就是我们讲的青菜跟水果 我们讲的青菜跟水果 一定要吃的最多 然后不同颜色不同的变化哦 好 那这个我就不用再讲了 因为这个以前都讲过 所以Omega 3大家知道了 好 那我们知道Omega 3是可以减少发炎 抗氧化剂就是 食物的颜色是可以减少发炎 可是有些东西你吃起来还是会增加你的发炎 我不是故意让它发炎啊 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什么可以让你发炎的 饱和脂肪酸 动物油 好 还有反式的食物 好 那我们刚才讲过 你用的油 一定要交替使用 不要固定用一种油 因为大豆沙流油是N3的 就是Omega 6的 Omega 6跟Omega 3会互相抢 所以大豆沙流其实是好的油 但是你不要固定用大豆沙流 就是轮流用就对了 风险分摊 每一个油都有它的优点 所以你在用油的时候 一定要轮流加替的用 不是全部都用固定一种 大豆沙流有它的优点 但是它是属于Omega 6的 比较容易触发炎 所以我们有时候用Omega 3的 有时候Omega 6的 还有一个比较粗道的食物 它容易让你血糖比较高的 比如说精致的白米饭 精致的白面包 这个就是我们生糖指数 比较高的食物 如果糖尿病的人就知道 要吃生糖指数比较低的食物 那像生糖指数高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粗糙的食物 比较精致的食物 然后还有一个 动物油比较高的 容易让你发炎 那什么食物我们看一下 饱和脂肪容易让你发炎 存在这些动物油 猪油 牛油 奶油 还有植物性油就是我们做奶精的 还有面包类 这几个是植物油 烤酥油 椰子油 南洋地区的 热带地区的油 它是植物油 但是它也是饱和度高的 我们做饭在炸的东西 会比较多一点 炸薯条 还有一个做蛋糕类 这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反噬脂肪存在哪里 另外一个就是说 反噬脂肪现在是见证很清楚的 它容易阻塞脑部的 就是说它可以提升 因为我们会有阿兹海默症 其实是脑部大脑的淀粉半白出来了 然后反噬脂肪其实可以 让我们的淀粉蛋白更多 去阻塞我们的大脑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反噬脂肪的量 降到最低 反噬脂肪是植物性油 在烘焙的点心比较多 比如说高饼 吸点 油炸 同一天圈 这种炸的东西比较多 它是植物油 但炸的东西会比较多 它可以阻塞脑部的淀粉样白增加 这个就是我们最不要看到的 如果你去做解剖的话 你去看那个失智症很严重的 它脑部把它做解剖 就发觉它淀粉蛋白很多 类淀粉就存积在大脑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反噬脂肪 尽量把它减少 因为反噬脂肪可以促进 类淀粉蛋白的成绩 让大家懂我意思吗 这个有点学理 那在哪边比较多 酥 马其林 对不对 植物性奶油 糕饼类 面包 然后现在不是结婚季节了吗 然后还有什么 什么 什么 这个就是植物性油 但是它说它没有用动物油 但是它就是给你放了反噬脂肪 很香 还有炸薯条 这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炸鸡 炸薯条 月饼 这个就是我们的反噬脂肪 那你们猜一猜哪个没有反噬脂肪 面包有没有 有 这个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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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 你就看一下它标签都有写 今天我们不讲标签 可是标签都有写 这个也有 所以你在吃的糕饼类 点心类很多都有 来自加工食物 所以天然的最好 就是这一句话 这个什么美秀还是什么天然的最好 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讲地中海饮食 你看地中海很漂亮 那地中海饮食其实就是 确定可以降低什么 降低我们的失智症 那地中海饮食其实就是在哪个地方 意大利 西纳 西班牙 它吃很多五股杂粮类 吃很多蔬菜 橄榄油 然后它的鱼很高 它反而猪肉牛肉吃的不多 两只咖吃的比较多 然后红肉四只咖 它吃的就比较少 这叫地中海饮食 我们看一下橄榄油 他们用你在欧洲地区 意大利 西班牙 其实我们的橄榄油 几乎都西班牙过来 他们用了很多的橄榄油 那这个橄榄油就是一个好的油 它里面有一个多酚类 橄榄多酚 是好的哦 然后它就可以减少血管的发炎 所以你在选的时候记得 麻油也很多橄榄多酚 很多抗氧化剂 记得要选择粗榨 Hetra virgin 因为不要去看中文 就选一个Hetra E-H-T-R-A V-I-R-G-I-N 这是第一次粗榨的 粗榨就是说 它不是用溶剂去把它提念出来 像橄榄油 芥花油 就用溶剂去提念 它是用那个能力 就像我们的什么苦茶油 对不对 我们去买很多苦茶籽 花生籽 自己叫人家榨嘛 我们不加溶剂去提念它 这样榨出来这个油很香 而且有很多杂质 这个里面的杂质 就是我们讲的多分类 抗氧化剂 所以要取得粗榨 如果还有第二集第三集 那个就是不是那么纯 就没有什么抗氧化剂 可是我还是鼓励 台湾之光 麻油 还有一个 我最近有三瓶苦茶油 都是人家送的 每个人都送一瓶一瓶一瓶 我说你怎么那么多 他说一瓶就是一千五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教会有在福山 对不对 福山有很多人在福岛他们 我们有教会 有在福岛那个福岛那个原住民嘛 那他的一瓶 800cc就一千五百块 他们真的是用茶油下去弄的 去收购茶油下去弄的 那我觉得记得 台湾之光 茶油的成分会大于橄榄油 不要被国外东西给门闭了 橄榄油OK 但是苦茶油更好 还有麻油 那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加工的 然后蔬果当然每天吃很多鱼嘛 鲑鱼 维生素一 你看他们的生菜沙拉里面 是不是放了很多什么 坚果类 大家有没有知道 他们放了很多坚果类 核桃腰果 这叫什么 地中海的饮食 所以他们就是每天吃很多的全果类 一餐大概八分满 蔬菜的话 大概每餐就是大概八分满到一碗的青菜 那用的就是橄榄油 然后没有什么坚果 他们用的坚果 不是我们买一大堆 像好诗多那一大包的 可是很咸 对不对 我们自己最好不要买那个大包 因为太咸了 你买那个自己去做的 或是什么 不要买那个太咸的 那个太咸盐巴太高了 坚果类有很多种 你可以买那个比较没有咸的 那他们的地中海的饮食 其实就很多生菜沙拉 或是什么 他们用辛香料下去做 迷迭香 罗勒 然后红肉他们吃的不多 但是他用什么 两只饺的 鱼 然后代替肉类的 那要不要喝酒 我是不鼓励大家喝酒 我真的是很不鼓励大家喝酒 所以这叫地中海型的饮食 我把它放小一点 每天要很高兴的来上课 就跟大家来这边用餐 对不对 那第二层就是蔬菜水果要吃的多 然后米饭类是用全果类 然后再过来的话 鱼跟海产 比肉类还多 然后酒 有喝红酒可以 没有喝红酒 请你不要去喝红酒 这叫地中海鲜饮食 其实就是这样子 健康用餐 然后蔬果炸粮 橄榄 橄榄油去炒菜 那吃鱼吃海鲜 然后肉类 吃的比较少 那红肉是最少的 点心吃的最少 然后有喝酒就喝 没有喝就不要喝 喝酒要喝红酒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这样回归 那是国外的 我们回归台湾的 台湾的一个均衡饮食 其实就是这样 这叫扇形的饮食 要吃颧骨跟筋类 对不对 要吃的多 然后蔬菜水果 要占大面积 然后要吃鱼 豆类 以前是肉鱼豆蛋 现在是把豆类放前面 豆腐豆干放前面 然后要吃坚果类 那用的油 不要动物油 可以减少反噬脂肪 跟胆固疼的摄取 那最后多了一个什么 运动 运动可以延缓失智 增加你的认知 运动 这叫我们的饮食 一个叫均衡的饮食 那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些 触发炎的东西的 增加失智症 可是我一定要有保护的因子 那适量的喝酒 其实是有保护的作用 可是我这边要跟大家解释 喝酒要喝 如果你真的有习惯喝酒 记得要喝红酒 红葡萄酒 红葡萄酒里面有个多分类 也就是我们讲的抗氧化剂 可是你没有喝酒 请你不要喝 那要喝多少 一天最多就是两杯 一杯就是140cc 红酒 叫叫一份 那两份就是280cc 如果你有在逢年过节有喝酒 一天最多就是280cc 不要超出了 那没有喝酒不鼓励 国外喝酒是有保护的因子 但是是要喝红酒 那第二个茶跟咖啡 我们刚才讲过 茶跟咖啡 茶是不是也抗氧化剂 但是乌龙茶 红茶不多 最多的就是绿茶 绿茶里面有一个绿茶多分 多分那就是抗氧化剂了 所以他们认为每天两杯 你的风险值可以降低0.46倍 喝咖啡没有保护作用 有没有人爱喝咖啡 喝咖啡是没有保护作用 这是日本做的啦 可是日本是做绿茶 可是西班牙说喝咖啡有保护作用 每一个地方都有正反两面 但是我是把我念的资料 让大家分享 那没有需要喝咖啡 喝茶红茶你就不要特别喝 因为会丟丟的啦 那有人说维生素E有 但是不管怎样E跟C 怎么样都要从天然的食物中 过得才有效 因为天然的食物中 不是只有维生素A维生素C 还有很多抗氧化剂你是看不到的 植化物就是我们讲的抗氧化剂 所以一定要从天然的食物中过得 才是有效的 还有一个 为什么叫坚果类不要吃太多 肥胖很重要 年轻的时候要保护你的头部 不要去受伤 骑摩托车要带这个 脚车也要带喔 那我们的血管因子就是血压那些要控制好 那Omega3 然后C跟E就是从青菜水果 全骨类的食物过来 这个叫肢脂症的风险管理 这其实就是我刚才跟大家很简单的解释 那不管维生素C维生素E 请你记得不要去买高剂量的 不管是维生素C维生素E 鱼油 一定要从nature food 天然的雄厚 从食物中过来 因为高剂量有它的盲点 有它的副作用 所以风险管理就是一个地中海星的饮食 那你说你要喝葡萄酒 要喝绿茶咖啡降低失智症 我还是跟同样一句话 没有喝酒的请你不要去喝酒 不鼓励大家喝酒 那咖啡西班牙说OK 对不对 但是不值得鼓励 因为咖啡跟茶有它咖啡因的问题 尤其心脏的问题 血压高的问题 心脏会乱跳 就不太合适了 那你说说茶不错啊 茶里面有很多多酚类 多酚类就是像感染多酚 就是我们讲的抗氧化剂 对不对 可是你要拿到这些茶多酚 EGC 的话你要喝很多很多的茶 它有保护作用 剂量啊 你要喝这么多茶也有保护作用 所以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除非说真的就是要先喝一点茶 你有习惯喝茶你就喝 但是如果你说我没有习惯喝茶 我要减缓失智症 你去喝那么多茶 对不起没有必要 所以没有习惯喝咖啡 没有习惯喝酒 没有习惯喝茶的你就不要 如果你有习惯喝酒 你就喝红酒 最多是280cc 两个单位 有习惯喝茶的你就喝红茶 不喝绿茶 好 要用绿茶来取得你的抗氧化剂 要很多的量 很多的量 我记得上次那个实验忘掉了 好像要12杯的怎样 你会吃到12杯吗 我觉得好难弄 好 像我昨天就学生拿给我红茶吃 好 我昨天半夜都睡不着觉 还好半夜睡不着觉 我今天早上来准备讲义 这个讲义是我今天早上才准备 我早上休息 要准备讲义嘛 好 所以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趋吉必凶 那趋吉的话就是多运动咯 对不对 好 然后多动脑 什么 储存我们的脑部的储存嘛 那俊人饮食就是刚才讲的 地中海行的饮食 好 那像各位这个节目多好 插发多好 我们来去祷告 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参与 那必胸就是什么 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 还有肥胖 肥胖跟心血管疾病是有关系的 好 然后抽烟当然绝对不行了 抽烟是最糟糕的 抽烟有2000多种氧化物出来 好 还有因为我的研究是研究这个的 忧郁症 好 所以有忧郁的话 好 这个恐怕就是一定要去看医生 因为忧郁症跟失智症是有关系的 好 有关系的 好 那不管怎样你今天上完课以后 就有真的你觉得自己有点 有点不太清楚了 或是年纪大了 你可以去请神经科 或是精神科医生 他可以帮你评估忧郁症 像我们的住院老人家 我们自己都会帮他评估嘛 好 你可以请他们帮你评估 好 他会帮你评估你有没有 那个叫失智症 好 好 聪明的饮食就是我刚才讲的 要吃鱼 蔬菜多吃一点 那油要用橄榄油 用苦茶油 那豆腐会忧于 豆腐跟鱼会忧于肉类 好 红肉这些 那一个礼拜至少要三次的运动 所以运动其实是我最强调的 走路啦 慢跑都可以 不要去做厅长 我们一定要做部长 好 慢步啦 散步啦 就是不要去做厅长了 坐在电视看电视啦 罚手机啦 Line啦 这些都不是一个最好的张 好 那最后一个 最两张 我今天讲的还真快咧 好 最后一个就是ABC防失智 什么叫ABC 血管型的失智带25%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病人 你就觉得他已经中风以后 就真的变失智了 很多 那血管型就是我们讲的A 血压 好 B 好 小小偶 我都知道 我可以看到她的 缩力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他 每时候也烦一对 我可以看到他 因为他突然是一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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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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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